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視窗程式裡面的Jtable的使用 Jtable呢他是用來 顯示資料的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來看一下 程式弄起來的樣子 假設呢我們要在 這個家寶裡面寫一個視窗程式然後他的顯示樣子是這樣子有個表格 然後把各項資料列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在資料庫查完資料之後要顯示出來 用這種方式來顯示 那要怎麼樣用一個 非常好的工具來把它排列出來呢 我們可以使用Jtable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程式該怎麼寫 那目前這個例子呢是沒有使用到資料庫 所以我們是很單純的來展示一下如果我要用表格方式來顯示資料的時候該怎麼使用Jtable來做 那底下呢這個是主程式 那底下這一段 Mainframe的部分呢 Mainframe 1這個是 這個視窗程式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是宣告 這些 視窗的基本架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唯一有差別的是我們會把這個 Jtable呢 會放在這個Score Panel裡面 因為當資料比數很多的時候我們希望它還是有一個卷軸可以拉 所以這時候我們需要用到的是JscorePanel 好在宣告JscorePanel的時候我們是只先宣告它而不 實做出來 所以先宣告 再來Jtable一樣我們只是先宣告 那與過去的程式不太一樣的地方在這邊 我們會有一個儲存資料的部分 那儲存資料我們並不是用一個字串正列或者是用一個整數正列 從剛剛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資料裡面包含了字串 還有包含了數字 所以這樣的一個正列呢我們必須要用object object正列 object正列 那object正列裡面的每一個 Sale或者是我們稱之為元素 它可以有不同的資料型態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顯示Data 來儲存Data資料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程式這邊這個部分呢是把視窗顯示出來 我們就不多講 那接下來有一個字串正列 字串正列這個字串正列是用來顯示table的header 它的標 標頭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寫了學號姓名電話 身高體重這些資料 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來這裡面的前面三項是屬於文字的部分 文數字他並沒有拿來計算 但身高體重他就可以拿來做比較以及這個計算的部分 所以 顯然身高跟體重呢 你可以用整數或用float或double都可以 好所以我們剛剛有講到說object的這個 這個物件正列呢 他有這個 他是一個二維的 那假設我們這邊測試的時候用三筆資料然後五個欄位 然後就長這樣 好那我們要把資料 位進去呢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只是做個demo 所以用比較 這個 陽春的寫法 好正列0 好第0個弱 然後呢 卡人第0到4 好這邊 分別給上資料 那第2筆的資料在這邊 再來第3筆好所以 魯夫索隆像其是資料分別給完之後接下來就把 這個 資料放到Jtable裡面去 放到Jtable裡面去 那放的方式的很簡單就是Jtable 我們回到剛剛的宣告 在上方這邊Jtable只有宣告而沒有實作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有宣告了所以我們現在把new出來new一個Jtable 然後new的時候我們給入兩個參數第一個參數的是資料data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object正列的丟進去 再來第2個呢是他的黑點就是表頭 表頭的部分 所以把這個 自算正列呢 未進來他就可以 產生 好有了這個Jtable之後呢 有了Jtable之後我們要去把 剛剛的scorePen呢把他new出來 好在newscorePen的時候呢我們把Jtable未給他 過去各位 有使用過這個 JscorePen的部分都是用在Jtextarea 就是文字 區域的部分 好啦我們一樣在這個部分呢也可以把這個 Jtable 放到這個JscorePen裡面 好再來呢就是把這個 放到我們的container裡面 然後秀出來 那放的位置是center所以他就可以布滿視窗整個部分 好所以城市執行起來 我就會像剛剛各位看到這樣 好這是Jscore Jtable的使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假設我現在要用的是這個 在 來看另外一個 城市好這個城市呢弄起來會 像這樣子 好 我們是去透過連接資料庫的方式 取得資料 好然後呢再按show data 這個部分能不能看到他資料是從資料 庫裡面抓出來然後顯示出來 那這部分要怎麼做呢 好這個部分呢其實就是 在 之前我們提到區域資料庫抓資料的部分同樣的城市 微的差別在這個部分我們取得 我們從資料庫連結 DbConnection之後去get他的data 好那dbConnection區域取得資料之後回傳回來他會是一個 資料集 REALDE SET的部分 好那REALDE SET的部分呢我們判斷他如果不是那麼代表他是有值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把 我們現在的資料陣列一樣跟剛剛Jtable的概念一樣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 表頭的部分 表頭的部分 再來呢META是為了要去取得他有多少column 就是我有幾個欄會再來呢 洛康 我要知道他要幾個 洛呢這個部分 他就 這部分呢我們是沒辦法用好因為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要算他的這個Roy有多少個所以我們要 從第一筆的一直加加到最後一筆 好所以這部分呢 洛康的部分一開始是0 好 好那每讀一筆呢就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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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最後呢會多加一次所以我們在減減減回來 好然後再用這個 這個物件陣列把你出來之後呢 我們把他 好 剛剛因為剛剛有這個result set的部分我們已經有移動過了那這個部分呢只是單純 好第98行到第100行這一塊 單純只是要算說我到底有幾筆資料而已 他算完幾筆資料之後我們必須把 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result set的那個指標呢指到 所有資料的第一筆去 所以這時候我們必須Rs.first他就跑到 最前面去 好接下來呢就開始讀資料好一樣是 如果next有值的話代表有資料這時候呢就把它抓出來然後放到data裡面 好把資料抓出來get取得之後放到這邊 當然這邊各位要特別注意就是說你從資料庫裡面抓出來資料如果是自存了記得要點 getStream 這個1呢代表從資料庫抓出來欄位編號是12345 好在資料庫抓出來資料的縮遠值並不是從0開始他是從1開始 這邊 再麻煩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是整數資料的部分呢 麻煩就是請用 getInteger getInteger 好那一起抓完之後呢接下來 這段是為了 別的層次在 別的功能在用的時候我們就先略過 有這些資料一樣我們剛剛 的功能這一次好就是Jtable然後另一個table Jtable 把它丟進來 Heading跟Data 那一樣呢Jscopean在new的時候呢把Jtable 丟進去 然後呢一樣在 我們的 Internal Frame裡面 好去把這個JSP丟進去 然後這把顯示出來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從事執行起來就像剛剛看到的這樣子 先去連資料庫 連完秀資料 他就會顯示出來 這樣子 好這就是 使用這個Jtable的一個過程 請各位參考一下